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真的音乐性足够专业 但是它里面的一些规则性游戏性其实也很有意思 就是这也是大家喜欢看的看点 但是并没有掩盖音乐的精彩的这种专业的程度 我非常兴奋 我每一次上台之前 就是在后场的时候心情都会紧张 这不管你演过多少次 但是上去就好 但是这次真的是兴奋更多一些 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平台 唱自己的歌是很开心的 首先大家都唱得非常好 我个人而言的话 一连姐 李健健哥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可能就是风格我比较喜欢 不是说其他的歌手不好 平静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讲 它是你下一次创作高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因为你的平静让你写不出歌的那种感觉 累积在你心里 所以当你再次去你的创作高峰期的时候 其实有一半是你平静期的功劳 首先我诚恳地回答你 我觉得我的歌从不小众 不管是对我的听众还是关 还是了解我的人来讲 如果大家真的能平心而论的话 我宁愿说 大家知道的我的歌寥寥无尽 很少 现在我有一个平台可以唱自己的歌 那我想看看 现在大家还是否会说你的歌笑容 对别人来讲可能挺平淡的 因为基本上就是属于大部分时间都在音乐里 而我也是怎么说就乐在其中嘛 我把它当成是因为自己的放松 可能我自己有新专辑新作语 新的构想的时候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放松 有过 对 也是借着咱们芒果TV这个平台 就是说 像大家说 因为人们眼中的我就是非常单一 但是我个人呢 一直按照我自己的时间轴去走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当我有自己的作品了 当我的音乐被大家喜欢了 当我觉得我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为什么不去做 谢谢所有朋友们一直对我的支持 我相信大家是因为音乐而支持我 所以我觉得 把音乐做好 是我唯一对你们的回报 也是我作为歌手的本人 想戒不掉的意 无所谓 城市还是虚幻 因为我会说 爱上的 当我会讨厌好 他们在美人的回报 在美人的回报 我会讨厌好 我会讨厌好 有的